原标题,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机动营,紧贴实战锤炼盛战本领洞中部天网,叮铃铃,一阵急促的警铃声,打破了营区的宁静,各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穿戴装备,携带物资,前往集结地点整装集合。 3月底,记者来到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机动营,刚踏进营门,一股火热的练兵气息扑面而来,也站指挥帐篷内,标图员快速进行标记,电脑操作员食指翻飞,手动报物员不停地发送着电波,某地域我方警戒雷达战遭敌突袭瘫痪,上级命我不机动分队, 在规定时间内接替空情保障,随着指令下达,官兵闻令而动,机动分队从进场到开机警戒,比预定时间缩短了近20%,我们与固定雷达战最大的不同,就是便于快速部署和转移。 营教导员陈建峰告诉记者,作为机动尖兵,去年他们抓住执行重大任务的练兵时机,上高山,下海岛,开赴任务一线紧贴实战锤练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取得一个个突破,应急机动务必雷霆出击,达到出其不意,快中取胜。 按照传统做法,机动营每次任务出动前,准备工作复杂,备好各类物资耗时较长。 备战打仗首先就要改进不合时宜,不力实战的模式机制。 该营在旅机关指导下,着眼快速高效碎型机动作战任务。 多次前面提速,在机动物资库,记者看到,他们对各类战备物资,进行相包化分类存放,把出动所需物资器材分库储备,分类摆放,分箱固定,区分季节,地域等进行定位。 确保上级一升六下,随拉级走。 作为狱警兼兵,紧紧快速出动,快速架设远远不够。 他们追求全域到达,全时戒备。 四级军事长陈永存收藏的一瓶瓶五颜六色的泥土,格外引人关注。 瓶子上贴着各种标识,前出辽西,驻迅海岛。 这些五色土就是陈永存随机动营转战十余个省份,执行三十余次重大演习演练任务时采集的。 纵横驰骋,切力机动。 必须让雷达随时连得上,看得准。 为了练就火眼金睛。 他们深入研究个型雷达目标发现,识别叛性,保障多批多层次目标的战术手段。 并主动与航空兵部队、院校、研究院所等单位连讯连言,不断提升预警探刻能力。 过硬的能力是练出来的,更是逼出来的。 一次演习任务,敌干扰机、干扰吊舱等接连而至。 刚一开战,他们愣是摆布脱敌压制性干扰。 于是,官兵们围绕电子干扰想对策、练战法。 第二个演习日,指挥员调整战法,让对手无处遁形。 去年以来,他们已先后组织多个机动分队,奔赴野外助训演练。 参加重大演讯任务十余项、紧急转进等十余个制约战斗力发展的瓶颈难题。 在实战化训练中逐步破解。 李恒江、刘亚逊、利比亚东部临时政府外长阿布德海尔霍维希8日向俄新社记者表示。 是,利比亚东部临时政府,呼吁俄罗斯协助推动利比亚冲突各方的和解进程。 据俄新社4月8日报道,霍维希当日告诉俄新社记者。 俄罗斯是关键国家。 我们呼吁俄罗斯支持协助利比亚民族和解。 就像俄方在所契为叙利亚危机提供的支持一样, 只在俄罗斯所谢举办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 我们希望有一个利比亚式的索契。 报道称,霍维希还向记者证实,自己正与俄罗斯外交部展开互动。 俄罗斯与各方的关系都很好。 我们认为,俄罗斯与非洲联盟,可以在冲突调节中发挥作用。 霍维希补充道。 据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早些时候表示, 俄方在尽其所能。 敦促利比亚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引发流血冲突和平民丧生的行动。 另据俄塔社六日报道, 俄副外长波格达诺夫应约与支持东部政权的武装组织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通电话时, 重申俄方支持政治解决利比亚国内所有争议的立场。 此前一天, 在回答莫斯科是否支持利比亚国民军时,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 新华社巴格达12月26日电, 记者张鸟诚率鹏,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26日晨, 突访位于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报道说, 特朗普夫妇乘坐空军一号, 于26日晨, 抵达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他们在基地餐厅, 会见了驻伊美军官兵。 这是特朗普上任近两年来, 首度到访伊拉克, 有关形成事前并未公布。 报道说, 此次访问持续数小时, 其间特朗普未会见伊拉克官员。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于美国东部时间26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 在圣诞节夜晚赴伊拉克, 看望驻伊美军官兵。 另据一些外媒报道, 特朗普在突访伊拉克期间表示, 是,他没有从伊拉克撤出美军的计划。 美国白宫,本月19日称, 随着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国已开始撤回驻续美军。 此举引发外界对美军是否会从伊拉克撤离的猜测。 目前,共有约5200名美军驻扎在伊拉克, 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与训练。 参与记者刘品然、朱东阳,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徐若夫表示, 在北约空袭南联盟20周年之际, 有理由提醒欧盟国家, 当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行动, 公然违反国际法。 据报道, 1998年,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武装, 与政府军爆发冲突。 1999年, 北约绕过联合国的立场, 借口为保护阿尔巴尼亚人, 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当时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进行空袭。 2008年6月初, 塞尔维亚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轰炸后果的协调机构, 该机构成员由科学家、律师、军人和医生等组成。 参与调查的塞尔维亚临床中心, 神经肿瘤部主任丹尼查表示, 1999年北约联军对南联盟的轰炸是种族灭绝性的轰炸。 当年,北约联军故意轰炸化学工业、 石油野链和能源生产企业, 导致大量油泪、致癌和有毒物质进入空气、土壤和水中。 北约的空袭从1999年3月24日, 持续到6月10日。 塞尔维亚当局估计, 在轰炸期间, 大约有2500人死亡。 其中包括89名儿童, 并有1、25万人受伤。 据各种消息来源估计, 轰炸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大概在300亿至1000亿美元, 约合2014亿元至6710亿元人民币之间。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齐若夫表示, 历史可以不清楚什么是虚拟事实, 但北约空袭南联盟严重践踏国际法是毋庸置疑的。 他认为, 有理由提醒欧盟国家, 要时刻牢记历史教训。 精英, 新华社加拉加斯, 2月21日电, 记者王英徐叶,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1日宣布, 自当的时间21日晚80起, 关闭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界。 马杜罗当天下午在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宣布, 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界, 将完全, 彻底关闭, 直到他发布新的指示。 马杜罗还说, 正在考虑关闭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的边界, 我不想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正在评估关闭的可能性。 马杜罗同时呼吁哥伦比亚军方, 不要支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挑衅, 并表示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要对韦哥边境发生的任何暴力事件负责。 据报道, 美国迄今已向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东北部边境城市库库塔, 运送数百吨物资, 同时不断施压要求委内瑞拉, 于23日前, 接受这些人道主义援助, 委政府拒绝接受, 并要求美国取消对委制裁。 同时指责美方的人道主义援助, 是为军事干预做准备。 巴西方面此前表示, 英伪反对党领导人瓜伊多要求, 将在23日前, 向巴西与委内瑞拉边境运送援助物资, 并将帮助这批物资, 进入委内瑞拉。